收容大量精神病患和身心障碍者的高雄龙发堂 日前爆发了多起群聚感染事件 甚至传出有患者遭到了铁链捆绑 就有病友团体发起联署 呼吁家属选择现代精神医疗和复健治疗的协助 而高雄市卫生局则是表示 已经限期龙发堂进行改善 未在高雄路族的龙发堂已经有近50年的历史 以收容精神障碍者为主 不过管理方式与设备争议多年 基于人权保障康复之友联盟发起联署 希望透过现代医疗与复健治疗 让长期遭限制在固定机构的龙发堂堂众 获得应有的关注 我们也期望说更多的家属能够知道说 地方资源在哪里 然后有很多的社会资源 而不是说我就把它丢给别人照顾了 我就不要照顾 康复之友联盟表示龙发堂不仅环境欠佳 对外管道封闭 也没有专业医事人员进驻 根据卫生局调查资料 目前龙发堂收容503人 其中95%的糖重符合现代健保医疗条件 卫生局已积极介入限期改善 我们看到它的时候 它是用铁链链着 那甚至其实我们再仔细看 它下半身是光着的 然后注意看周边 我们看到很多黄色的水滩 各位应该可以理解 那黄色的水滩是什么 如果在短期之内 龙发堂它可以改善 我们当然不会要求它要解散 但是如果我们发现里面有一些状况 比如说它可能有极度的身心障碍的状况 那它们的照顾 还是会让它的整个病况 有极具恶化的一个怀疑的时候 我们就会协助它来做一些安置 不过卫生局也说 龙发堂争议事实复复杂 需兼顾身心障碍者人权和家属顾虑 非短时间能解决 民间团体发起联署提供医疗资源 希望能获得家属和盖机构的认同 记者李川莫昭成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Globe and